大汗先做一個假的T字掩護配合 牽引防守注意力 緊接著 俊翔快步跑進電梯門 接球就投 拼著17分的差距 領先了衛冕軍 台北富邦勇士 今天江孟年先生 在我們畫面的右下方 也來到現場看球 當然也蠻多 領航員的球迷的希望 他們能夠在這邊 能拿下最始的第一勝 是 因為畢竟林航員從今後 他們只贏了三支球的 工程師兩場 勇士一場跟風翔家兩場 所以對於他們的一個 勝場的一個數字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確實是在下半期 滿多場都沒有辦法玩笑 對 喔 盧晉翔在掩護之後呢 40度角頭盾的戰爭 我會不會再次贏了 我會不會再次贏了 我會不會再次贏了